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下也是智慧人的真言 审判时看人情面是不好的 对恶人说你是义人的 这人万民必咒诅 列邦必赠武 责备恶人的必得喜悦 美好的福也必领到他 应对正直的犹如与人亲嘴 你要在外头预备公料 在田间办理整齐 然后建造房屋 不可无故做见证陷害灵舍 也不可用嘴欺骗人 不可说 人怎样待我 我也怎样待他 我必照他所行地报复他 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 不知人的葡萄园 荆棘涨满了地皮 刺草遮盖了田面 石墙也坍塌了 我看见就留心思想 我看着就领了讯会 在睡片时 打盹片时 抱着手躺握片时 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素来 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 我们今晚读到这边 This is the word of God 今天也是继续在读这些关于智慧人的真言 智慧的讯会 很多时候是教导我们生活当中 为人处事 然后彼此的关系 乃至于面对不同在世上的各种 manner的一些智慧的言语 那今天很巧的 其实从23节到23节24节 然后2526 乃至28节 其实提到的是一个所谓的欺骗 那他这边在讲说 审判时看人情面是不好的 审判是指说 当要分事情的是非屈指的时候 如果我们从情感面出发 这样是不好的 那其实在法律程序里面 我们平常会讲说 情理法 情理法 但其实真正在适用起来 通常我们是先看法 看那个道理 然后再衡量这个感情 所谓感情是指说 从我们一般的 不管是我们理解他的 行为背后的动机 然后所遭受到的压力 所有的情绪 从那出发 再去看说 依照法律跟依照道理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事情 可是这边他其实特别提到说 审判的时候看人情面是不好的 为什么会看人情面 因为可能被情感所驱使 同样的 他说对恶人说你是义人的 这人万民必咒诅 然后应对正直的 在英文里面这边讲到说 an honest answer 一个诚实的答案 应对正直的 犹如与人亲嘴 那他这边其实讲到的是 我们很多时候 可能出于情感的缘故 我们其实所说出来的话 未必是真实的 很多时候我们是看着 看着对方 看着与对方的关系 可是在26节这边讲到 应对正直的 犹如与人亲嘴 意思是说 如果你真的跟这个人关系很好 如果你真的跟这个人 你觉得close 其实你是敢于 去说真实的话语 而不是担心说 他会怎么看你 或者是说 你担心他会觉得不高兴 当然在诚实话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有 说话的智慧 那个智慧包含 说话的时机 说话的方式 就好像最近我在 上这个界线的课 很多话 很多话语 表达我们真实的情绪感觉 乃至于一个好的界线 可是要去沟通这件事 有时候是不容易的 那真正能够彼此相爱 建立彼此的关系 其实需要来自于 在爱中诚实 在爱里说诚实话 用爱心说诚实话 应对正直 不是在判断是非的时候 判断对错的时候 基于我们的情面 因为这个人 我从小就认识 因为这个人 跟我比较亲近 我就偏袒他 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 好像在一件事上 对于我们 所亲近的那个人 当我们没办法 说实话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 真实的爱他 没有办法真实的 提供帮助 其实我们从耶稣的例子 从神的教诲 跟从圣经上可以看到 神是非常真实的 耶稣是非常真实的 他会说 他会说出 对这些他所遇到的人 井边的妇人 他所遇到的这个摊子 他是说实话的 他知道他们有罪 但是他以爱心 去接纳他们 然后赦免他们的罪 所以其实公益本身跟爱 其实是不需要冲突的 尤其是在耶稣来了之后 当他钉在十字架上 那个就是用更大的爱 去成就那个公益 所以爱心可以成全律法 爱里可以没有惧怕 所有的law都是out of love 那所有的律法 其实最终的出发点 如果不是出于爱 不是出于爱那个人 不是出于对那个人的爱 那个律法 如果是出于对自己的利益 那个律法不是真实的律法 不是神所定的律法 神所爱的他必管教 神所定的律法 其实很多都是out of love 不是out of fear 一个好的法律会让你看见 那个out of love 而不是out of fear 那这个是我的一点 就是一直以来对这个爱跟律法的一些感动 跟一些想法 跟大家分享 那同样的29节 我觉得也是跟 我这个最近在上这个界线 其实也是有一些关系 29节这边提到所谓的报复性 人怎样待我 我也怎样待他 那一个人对你做了一些事 让你觉得不舒服 如果你没有办法诚实面对 你装作没事 你跟他说 没关系 都很好 但是你心里有疙瘩 有芥蒂 下一次发生一样的事情 你可能会忍不住 你潜意识 你可能会 你会这样对他 你想说我要让你知道那个不舒服的感觉 或许你甚至你心里没有意识到 你就会做出来 因为当我们真实的心情 我们没有办法诚实的表达的时候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言语 我们的甚至 其实非言语的东西比言语 communication 就是他所带出来的这个讯息 其实更多 所以当我们不愿意说出来 不愿意诚实面对的时候 很多时候 我们不小心会报复 这个人 他让我在这一点上不高兴 因为我不跟他讲 所以其实下次 我对他的时候 我在 一的是言语或行为 我潜意识 甚至 不经意的流露出来 可能就是对这个人不礼貌 我会不礼貌回去 因为我的情绪上 想要平衡 然后就会报复他 那个报复不是你 出于报复先要报复 可是实际上就造成了报复的结果 所以 我从这边看见 我觉得那个应对正直 真的是 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那个在爱心 用爱心说诚实话 在爱里诚实的应对 其实是彼此相爱 就是维持关系 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key 一个关键 那最后当然 三十节到 三十四节 他看见 其实这跟二十七节 我觉得是有点呼应的 二十七节就是一个 未雨绸缪 要先准备好的概念 那个建造房屋 建造房屋 是需要前面先有所预备的 在田间办理整齐的 而不是 看见荆棘长满地皮 刺草遮盖田面 石墙也坍塌 这个就是一个是well built 一个是已经荒芜荒废的状态 那这边当然 其实除了出于 所谓的懒惰 好像一直想说 在睡片时打捆片时 更重要的 我看见的是三十二节 当我们有时候 看见这样的状况 看见荒芜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觉察 我们能不能留心思想 留心思想之后 我们能不能领受训会 我们可不可以得着那个亮光 我们可不可以生命 因着得着亮光 我们可以悔改 我们就会带来改变 所以我在这边看到的就是 这些智慧的言语 智慧的训会 我们其实需要看见 我们需要留心思想 然后我们需要领受训会 以至于我们能够得着那个亮光 被光照之后 我们能够悔改 然后我们进而生命可以改变 我们可以让这个十字架上的主 让我们的生命 把那个老我定时在十字架上 生命得着真正的改变 这是我今天看到的一些分享 但愿我们都能够用爱心说诚实话 也但愿我们都能够成为那个 因情 因情思想 因情流心思想 然后领受训会 生命得着改变 的智慧人 好 一起来打钢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你 用今天的经文 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主啊 是的 看着你的十字架 我们看见 主啊 你会把那个当说的话语给我们 主 你让我们 能够再 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 我们能够 worship in truth and spirit 当我们真实面对自己的情感 情绪 真实面对自己的 甚至是受伤 我们真实面对 我们对别人的情分 我们 对事情的惧怕 以至于我们对 事情的dissermen 跟判断的时候 主 你让我们 学习 如何 比较好的 能够在 爱心里 说诚实话 用爱心 说诚实话 应对政治 以至于我们能够保全 那个关系 以至于我们能够 彼此相爱 主要是的 也 Charmie 真的是帮助我们 让我们 被你的灵来充满 我们就定睛在十字架上 主要主要 当我们每一天 读你的话语 被你的话语来光照 因为你的话语是 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光照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就 能够用心 留心 查看 我们就能够领受 那个训诡 主要我们的生命 就因着悔改 要得到改变 主啊 谢谢你 谢谢你 与我们同在 保守我们每一个人 今天 都被你的话语来光照 也都得到 那个改变的生命 这样感谢 祷告 奉主耶稣 基督圣明求 Amen 谢谢很多宣优 店 逸 背